那接下来就在问 除了太太,除了自己 我还愿意为谁去带C-POP 我们有一个病人 诊断完了之后 这RDI,AHR100,10多 他不愿意接受治疗 那一年后,他回来说 他想要治疗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所以,这个躺在旁边的baby 非常非常的可怜 才刚入睡就被他爸的憨声吵醒 就病人是 他小朋友出生了 小女生非常可爱 他为了他的小女生 愿意一年后回过头来说 我要带C-POP 所以,有没有他认为值得带的人出现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 那个Lab的Titration跟AutoC-POP 因为我们做的是AutoC-POP的Titration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说 这个Lab的Titration 需要再多一个晚上进来 还要再做一次PSG 那时间上会差上一两个月的时间 假如我们是用C-POP AutoTitration的话 我们可以提早就开始使用了 那这个呢,我们有相当的风险 是需要他再等一两个月 这会不会再做完检查以后 然后再等一两个月再来吃带C-POP 然后这段时间就消失了 是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 我们请愿说用AutoC-POP的Titration 来提早让他接受治疗 就是这个教育 这个打铁趁热 不让他淡化掉 所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那国外其实很多研究 最新的这一篇是Sleep的2012年 实际上是有效的 就不管是这个在Lab里面做 还是在家里面做 用AutoC-POP 这个Titration出来的pressure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Lab里面用一个晚上 那在家里用AutoC-POP一个礼拜 找出来的这一个90%的压力 实际上是很接近的 那其他的部分也没有这个差异 但是呢 就发现说 假如是用AutoC-POP Titration的这一群人 他使用C-POP的平均时数是比较高的 他Compliance也是比这个 在Lab里面做来的高的 所以这个有 那而且这个study除了这个以外 他连PSG就不做了 刚刚他讲说我们何必 让很多病人真正需要治疗的 一定要做完PSG 等了一两个月以后才开始治疗 其实很多人实际上是很明显 一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非常典型 需要立即治疗的 这一群人还要不要让他排队去等PSG 那国外已经趋向是越来越不要了 那PSG留在什么 留在说没有确定的病人 有复杂的病人 才进来做检查 那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screening的score 不管他的症状的score 或者是prediction score 假如是high的话 其实就开始用AutoC-POP来治疗 顺便去做这个diagnosis 国外有这样的趋势 想要这样子做 尤其是检查费用是非常昂贵 所以要排很久了 那这个治疗以后的 residual AHI的话 假如用Polysomography来看 跟用CPOP本身设定的 里面的侦测来看的话 那residual AHI 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 那再来就是这个是更早以前 2007年 在Ion of Internal Medicine 在内科 蛮有名的杂志 已经有登过这样的study 所以就是在家里用 或者跟在实验室里面做PSG的话 那实际上得出来的residual AHI 是没有差异 但是呢 这一个用家里做检查 用AutoC-POP的这一群 就home study再加上AutoC-POP的这一群 它的compliance一样 还是比在lab里面来得高的 好 那再来 但是这个非常小心的 就是说home diagnosis 跟autotistration 还是这三类的病人要非常的小心 第一个是哈菲尔的病人 有combined COPD的病人 然后有可能有central apnea的病人 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 可能还是以lab的检查为主 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怎么样让病人更快的进入治疗 有需要的病人更快进入治疗 怎么样让他更愿意的治疗 而不是做更精准的诊断 跟更精准的压力调整 那我们除了这个以外 那这个是一个慢性疾病 那一辈子可能好不了了 就跟糖尿病一样 所以发给他一本打酸的护照 那打酸的护照大小跟护照一模一样 我们把它看待成 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那里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资讯 常常会讲说 那我过海关的时候 这个机器被海关的人搜查的时候 怎么办 里面的第一页就是 治海关的一封信 有中文、英文 还有这个简体字的版本 跟海关说这个机器的目的是要干嘛的 还有那在国外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还有治医师的一封信 这个病人有CPOP 所以在用某些药物或者麻醉的时候 应该要特别谨慎 这边可以跟各位特别分享一下 我在一个多月前去开Append 开Append出来的时候 这个我带着CPOP去 开Append出来的时候带着CPOP去 结果我们的麻醉科医师说 你这个一拔完管子以后 就一直在念同一件事情 我会暗而已 你赶快给我带CPOP 我会暗而已 就一直重复念这件事情 我自己不知道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 带上去的时候 迷迷糊糊 这样带到底还是不对 我就迷迷糊糊给他回答 说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带 所以他们事后一直跟我讲说 我很care这件事情 就是拔完管子以后一定要在 麻药还没有完全退之前 一定要带上CPOP 对所以这样子的训练教育的话 是很重要的 那在里面会有OSA的资料 CPOP的设定型号 CPOP使用记录 一些联络电话网址 还有保养的建议等等 所以小小的这个本子 有在用CPOP病人 我们就发给他一本CPOP的护照 那我们过去这三年来 600多个人里面 严重的大概占55%左右 可以看得到说 严重的病人里面 我们大概八成都会进入去 四代CPOP 那中等程度的大概六成会去四代 那轻度的 其实上大部分都建议他 其实不用 有各种其他的方式选择 但是有的选择完了以后 还是希望带看看 感觉怎么样 那有的症状是虽然HRI不高 但是症状非常的明显 也会让他带 那大概这个整个里面 最后会使用的话 严重的大概四成多左右 中度的两成 真的轻度的几乎是不会再带的 所以偶尔大概三成左右 有带这个CPOP 那严重的这个 有带CPOP的测试的这一群人当中 有超过于一半以上 试带了以后愿意持续的带 这个当然还是非常需要再积极努力 但是听到高雄一些同行在说的时候 就说他们可能推起来 还不到一成可以使用 这个算是蛮不错的 但是还需要再特别针对一些病人 来做一些努力 所以刚刚提的就是这些改善的方法 那重要的就是说 医生也用了半年 睡眠技术师的先生也用了三年 你没有什么理由不用 所以我们用的是说 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病人的问题 那以亲身的精力来协助他解决 这个我小朋友从小就开始训练他 这个是爸爸生存的非常重要的工具 你要负责帮我戴上去以后 我才可以睡觉 这个本来今天想要穿这件衣服来的 不过还是穿正式一点 这我们睡眠论坛的这个T恤 好那最后做一个广告 今年在11月30号到12月2号的时候 有办这个亚太睡眠医学会 那注册费用比起这个就针对外国人来讲的话 便宜非常的多 睡眠技师只要缴800块 医师应该是2000块了 就有三天24小时 24个小时的学分 很划算 第一天签到以后三天的学分就有 所以如果想要考睡眠技师 想要考这个医师的专科医师的认证 这个是取得学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24个学分 那以上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